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滚滚小可爱 六颗镜头 四个麦克风 不需透过多余App 画面上直接360度缝合 更搭上最夯的直播 瞄准五居浪潮 目光放得远大 正是因为有过往金磊当后盾 对 我们服务过一百多个品牌 大概三十几个国家 像电脑相机 数位相机 数位摄影机 扫描器 运动形象器 行车记录器 云端相机 对影相品如属家珍 说他是影像专家 一点也不为过 年近半百的姜文杰 在影像界打滚二十多年 你想得到的有镜头的产品 他都做过 也正因为对镜头的偏执 他不放弃 我不想再做佣兵 我只是最近我跟很多人讲说 我做了快二十年的佣兵 因为都是品牌 贴牌 我希望这次做传教士 全身时期公司的营业额高达十亿 跟豪气买下内壶价值1.4亿 500平的办公室 没有他们就没有品牌 堪称影像界的影型冠军 但事业大起后的大落 更令人触目惊心 产业的生涯里头 我不应该一辈子做铁牌 没有错 是幕后英雄 是幕后品牌的推身者 帮助很多的新创的公司 去品牌的也成功过 但是我们也失败了很惨 惨的滋味 由他来说绝对够格 一夕之间从如对中天 跌落谷底 身上背的债务高达台币 一亿五千万 一亿喔 所以你现在笑得可以这么开心 站在这里 一亿五千万 那时候有想不开吗 我没有想不开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个性使然 因为我觉得 这个也是 一百万还好 一千万还好 这个也是我常常 你刚刚讲 我常常在跟很多人在讲 你失败的时候 你欠一百万 有些人可能会睡不着觉 他可能大概就吃安眠药了 这个是一个 也许很多人也是这样的经验 过去很多 不管你在什么领域你失败 你如果欠一千万 假设你的身上 是有一千万的债务的时候 你可能会选择躲起来了 你可能会 不管是逃到哪一个国家去 你可能会选择 会把他躲起来 你让人家找不到你 但是当你有一亿五千万的时候 很多人他会觉得说 我这辈子可能在还债了吗 我这辈子已经没什么希望了 他可能会去走绝路 沉重的债务 却被他说得云淡风轻 当年被一家誉为是 GoPro第二的美国企业 瞬间倒账 服务直接放弃 他每天跑三点半 四处掉头寸 苦撑六年 终究填不回财务缺口 最后只能黯然收场 因为很多伙伴是从第一天 你创业的时候 他就跟你一起打拼 他知道你好过 他知道你也不好过 就是最后的这几年 所以很多人他很 会有一个还蛮体谅的 就是他觉得说 输了就输了 但是输了 我们要去想怎么重来 第一次创业以失败收场 不但没有逃跑 也没有失去创业热情 选了一条最难的路做品牌 白板上一句句重返荣耀 东山再起 再到荣耀时刻 尽管看到国际品牌 大起大落 却无法抹灭他内心的创业魂 从主机版 镜头 关键零组件 通通都是MIT 判的是在全球的相机版图 台湾能够不缺席 选择浴火重生的关键 还是相机 看得出他对相机的热爱 也凭借着永不放弃的信念 从哪跌倒 就从哪里站起来 如同镜头 终时记录 每分每秒 他也是没有一刻 停下脚步 谢谢